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教授他是加拿大中医药学院的院长 也是成立者 这学院是在93年的时候就成立的 是安省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中医药学院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院 好的 因为中医教育是传承我们中国医学文化的这么一个方式 所以要搞好一个非常正规的中医教育 这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那么93年我们学校就成立了 那么在这个到今年已经19年了 是吧 应该是 那么在这个19年的历程里面 我们学校就逐步的发展 那么让他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成一个正规的一个医学院 是吧 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抓住了 就是要让学生全面的接受这个医学教育 那也就是说的 不是说的学生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那么我们是说 怎么把它培养成一个正规的爱专业人才 去设计这些课程 然后我们在不断的根据这个社会的需要 和这个社会对这个中医的理解 那么我们不断的去加重我们的课程 让它越来越全面化 那么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的 在北京的首都医科大学的加拿大的分校 那么我们就是使用 完全使用这个大学的教育 和在大学的这个管理之下 实际上97年我们已经开始了 那么中医药学院是 首都医科大学有中医药学院 是2000年开始的 那么所以我们的教师的选择 我们的课程的安排 全是按照加拿大的需要 这个以中国大学的这个课程为基准 这么设计的 所以学生通常要学习 那么我们分两个部分了 如果他想要以针灸为主 因为在中国中医和 就包括了针灸了 中医是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治疗 一个是用中药 一个是用针灸 一个是用这个推拿的方法 那么在这边最早传到加拿大的是针灸 那么中医药是我们华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中医药也发展起来了 那么所以我们的课程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集中在针灸 针灸的治疗上 那么这个课程一般来说 需要2200个小时 那么我们的课程提供是用业余的时间了 那么一个礼拜应该有三到四次的课程 我们安排在晚上和周末 那么这样学生可以白天从事的工作 那么晚上来学习 整个的课程我们包括了基本理论 中医的基本理论 针灸的各种的理论和临床操作技巧 以及疾病的治疗 还有临床的实践 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西医课程 包括了解剖 生理 病理 这样我们能够培养出来 就是合格的中医针灸师 那么针灸学完了以后 他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了 那么进入这个行业 目前来说很多的病人 他有这个 他在他的工作单位 有这个叫做健康保险 是吧 医疗健康保险 不是那个政府的那个 是保险公司的那个 那里边有这个针灸的项目 对 那么有好多人可以就 这个免费的 对免费 那么这样我们学生能够提供 比较完善的医疗治疗 那我听您介绍的这些学院的课程 可以说是非常正规 非常系统的 但是说我读完这个课程之后 也是可以获得一个证书 或者说一个文凭 对 因为我们是和首都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设在北京了 它是西医院校 它是中国的唯一三所西医院校 有中医学院的 中医学院是在二级学院 那么首都医科大学 它和这边多罗多大学医学院 都有合作的研究项目 和美国都有 那么所以它作为一个西医院校 推广中医来说是比较好的了 那么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 除了获得我们 加拿大中医学院的 这个Diploma 毕业文凭以外 同时可以获得中国的 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Diploma 我们就要在国内应该叫 在中国应该叫大专吧 大专 因为我们现在学校 也是安大略省的 这个唯一的一所 中医的这个职业教育学院 也是被政府承认的 对 政府承认 它是叫做Private Career College 因为在安大略省这个教育厅 那么它属下的学校分这么几类 一类是大学了 一类是这个大专 College 那么这些是由政府负责的 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投资建筑的 也是大专 它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我们属于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课程 也要follow这个 这个安大略省的教育厅的规定 所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加拿大本土的一个 叫做注册按摩师课程 是吧 那个也是我们的课程之一 这样呢 基本上就丰富了 我们中医将来 未来行医的这个各个方面了 那么他们目前来说 针灸专业毕业的人 可以参加中医学会 获得中医学会的认可 这样他就可以从事医疗工作 那么从事医疗工作的过程中呢 那么保险顾思就可以 给他的病人付款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 中医药学院读完书 拿到这个文凭之后 还要去加入这个中医药学会 对 这是必须的 然后才能够开始行医 对 是这样的 那么将来 大家可能要是注意的话 都知道这个安大略省 在中医立法 那么2006年的12月份 那个安大略省 通过一个中医法 这个中医法呢 就是把中医已经纳入到 安大略省健康专业里边了 那么这个专业有20多个专业 包括从医生到家庭医生 外科医生 什么物理治疗师等等 包括我们中医 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 这个教育 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在安省教育厅 这个底下的教程 但是这个课程目前还没有 不算于这个 叫做non-vocational program 就是因为这个职业 还没有license 当然现在是由行业自我管理 由保险公司来付款 所以这个对华人来说 是应该一个比好 比较好的选择 一个是他 这个应该好像应该是 以华人为主的专业 尽管我们也有英文的学生 我们有两种语言教学 有一些人是本地的 比方本地的华人子女 他对中文不太好 应用的不是很好 不太很好 还有一些本地的洋人 是吧 还有其他种族的语言 想学中医 那我们有一个完整的 用英文教学的课程 那么对于我们华人 我们当然建议他用中文学习 用中文学习 我们也有相应的课程 就是这些课程 就是帮助学生去完成 这个医学专业名词的课程 我们也有这样的课程 在我们的课程里边 有这样的课 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应该是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 那其实如果对这个 中医药感兴趣的 这个一些潜在的学生 他们想要来到这个 中医药学院来学习的话 是不是对他们也有一个 一个标准的要求 就是说必须要有一定的医学背景 才可以来学 还是说没有关系 你只要想学就可以来呢 对 因为咱们的课程 是从这个中国的医科大学 很专业的 从它起步的 但是可能在中国国内待过的都知道 那么医学院招生也是从高中以上 就是它没有特出的那个 专有一个什么 所以我们的学生是 当然我们欢迎大学大专的 其他专业的人转行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他们就有一种学习的一种能力 那我们当然特别欢迎这样的 那么高中以上的也可以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咱们是从零开始的 这个课程 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林教授您跟我们畅谈一下 就是说您觉得今后在加拿大 中医药的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应该是很好的行业 因为它已经定下来了 它是健康专业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解决历史问题 也就是说现有的这些中医 到底怎么解决 那么对以后的来说 肯定是要完整的一个学习 那么我们加拿大中医 我非常自信 因为我们的华人非常多在这里 我们应该在世界上 除了中国以外 我们也应该是很好的一个 推行中医的国家 好 非常谢谢袁教授 谢谢您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这个中医药学习感兴趣的话 不妨联系加拿大中医药学院 也感谢 再次感谢袁教授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接着我们的访问 谢谢 我们今天访问到这里 现在是告证了 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后来再会